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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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水手 这么嚣张 年轻人 他是有这个资格嚣张的 对了 你们两位新人怎么不早说呢 早知道你们是赵总的朋友 我们酒店会给你们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而且在服务方面也会是一个高端的规格 谁呀 不是 那个他什么来头啊 哦 他呀 他就是我们兰桥国际的继承人 来 上杯 他就是兰桥国际的继承人 传说中商业铁人死 刘兰芝的独生死 是他呀 就是他 真是英俊潇洒 标准富爱戴 对啊 我还听说他是个海归 你瞧人家那气质丰范果然不一样 印心也太厉害了吧 难怪在微信群里卖关子 说是什么青年企业家 这也太劲爆了吧 这下他可发了 这兰桥国际 这盘子可够大的 怎么说也得二十亿吧 二十 人生真是奇妙啊 想当初词员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你 你 你 谁知道 现在宁兴直接奔着二十亿去了 因我得福呀 这下宁兴啊 真是跳赏制作成愤怒了 好了好了好了 同学们 咱们差不多了 得进去了 赶紧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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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日子要开心心的 对吧 走 进去吧 客人就等了 走吧 董事长 董事长 什么事啊 方晃晃晃的 世界末日到了 丹桥来了 人呢 他是来酒店参加婚礼的 他不是说永远不在踏进兰桥国际的大门吗 什么重要的婚礼啊 可以让他食言 宁兴前男友的婚礼 而且 而且什么呀 快说啊 他是以宁兴男朋友的身份出席的 什么 男朋友 看来宁兴这个小丫头 手段够厉害的啊 难怪 她拒绝了冯敬瑶的诱惑 原来是瞄准了我刘兰芝的老我呀 快去 把宁兴给我叫上 是 董事长 什么时候开始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 董事长 我其实刚刚进酒店的时候才知道赵丹桥是您的儿子 我在问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 是这样的 我昨天 请他做我男朋友参加我朋友今天的婚礼 你是因为他才拒绝冯敬瑶的追求 因为你衡量比较了一下 你觉得赵丹桥比冯敬瑶更有价值 更能给你想要 是不是 不是的 不是那样的 董事长 您相信我 宁兴我告诉你 赵丹桥是我儿子 是我唯一的儿子 他将来是要继承兰桥国际所有的一切的 你拿什么东西 家族 财富 人品 还是能力 不需要向任何人认识我 赵丹桥 赵丹桥 你来得正好 麻烦你跟董事长解释一下 我们两个只是假扮的情侣 真也好假也好 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走 站着 站着 任何人 我是谁啊 我是你母亲 郑先生 麻烦您解释一下吧 我们两个不是真的男女朋友 刘董事长 听清楚了 是的 宁兴就是我的女朋友 走吧 不好意思啊丹桥 害你跟你母亲吵架了 别放在心上 刘兰之与我就是这样相处的 她有很强的控制于我 你不要怕她 万一给你穿小鞋 马上告诉我 不会的 我就是个小食人 她不会注意到我的 刚才一时心急 为了气气她 谎称你是我的女朋友 对不起 说起来今天挺有意思的 先是你扮我的男朋友 现在又是我扮你的女朋友 不过这样也好 大家公平了 无论如何 谢谢你帮我 不客气 洪小豆有难 树洞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你该走了吧 我就坐在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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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董事长 听清楚 是的 宁欣就是我的女朋友 如果她真的是我男朋友 该多好啊 希望她选择 包装 这些酒喝得也热行啊 赶紧睡吧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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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吧 初次见面 祝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还要早生贵子 人生真是奇妙啊 像当初 虽然连五十万都拿不出来 谁知道 现在宁兴直接奔着二十亿去了 小夏惨了 怎么办 不知道 来来来 你们的咖啡 来 这个是你的 谢谢啊 这个是你的 谢谢啊 不用嫌 这是抹茶味的 怎么了 不爱抹茶的 我这还要拿铁的 林夏 老板发火了 发火了 又谁惹他生气了呀 林夏 你死定了 死定了 神神叨叨了 林夏 你进来 快去快去 赵总 我们的咖啡 你是跑腿的 还是送外卖的 天天就会干这些 没意义的事 正事一件都干不好 不对吗 赵总 我以为我每天都在进步 你进步 你进鬼门关还差不多 你收拾东西 把手头工作移交一下 人事部会通知你的 快点 走人 我不想再看见你了 赵总 你要是骂我 说我 叫我滚都好 就得告诉我为什么吧 我做什么什么 我可以改啊 你真的不用改了 犯这种错误 三年内任何相关领域的公司 都不会录用你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就睡了个觉 怎么全世界都不 你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太单纯 没想到你真是没脑子 要不是早上申普的总监 亲自打量回来 我都不知道你竟然把两家公司的合同发错了 现在申普问我 为什么给他的价格比给大为的高五个点 准备取消订单 你知不知道一件板上钉钉的生意都被你搞砸了 我都是因为你 你告诉我 如果你是 你该怎么办 我知道了赵总 我现在就是收拾东西 这一切 我都自己负责 走 走 我可清楚啊 那两个项目可不是机会把你简单 我也听说了 而且啊 这项目如果谈不下来的话 公司的募卷好像就要被收购 那辣子会痛的路子可够大辣 你应该知高生嘛 本来是难以重复 知高生 我可是研究生毕业才进来做这个 他凭什么 哎呀 说不定人家有后台呢 大家都听着 策划一组和二组检查一下以前做过的项目 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重新推进的 市场不联系广告商 看看有没有可能追加APP的广告投放 以前回去过的也联系一下 公关组在网上发一个众筹的活动 开始吧 Lucy 你马上联系一下律师 然后让他再看一看合同 看看有没有什么可挽怀的地方 其他人 三分钟以后到会议室开会 对 你好 吴总监 是这样 对于本公司工作人员的失误我向您道歉 道歉有用吗 我倒是要感谢那位失误的员工 让我们知道了毫无诚意的欺骗心理 我们已经没有积极探下去的必要了 再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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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老板 对对对对 你听我说 这 这是一个误会 我马上去登门解释 马上 谢谢 又被开除了 又被开除了 你这是三进三出啊 我怎么发现你们老板有开除人的癖好呢 哎呀我真的是太糊涂了 我居然把公司单大声音搞砸了 我笨死了我 有什么好生气的 啊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要不你乖乖去我那当你的老板娘吧 我原来觉得 对曼玫没什么感情 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工作 对得起这份工资 而且我很讨厌赵丹桥 我讨厌他不可一世 冷酷无情 但我知道要走的时候 我有一万个不舍得 我觉得忙忙碌路路的感觉挺好的 就算是换桶水 买杯咖啡 都是一种幸福 现在 我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我觉得我好像被他们都抛弃了 而且 我对赵丹桥 也没有那么讨厌了 最重要的是 他越来越像我的树东先生了 不会吧 我以前没发现你有受虐的倾向啊 我觉得问题很严重 我必须救你于水火 跟我走 你干嘛 走啊 你去哪儿 喂 你干什么 你到底叫我去哪儿啊 跟我走就对了 现在还有心情谈情说爱 对 心可真够大 唉 唉 你这儿 走 家里 我去哪儿子 是 家里 大家 你居心 你看你 我去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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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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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